今天买了点鸡爪用鸡爪做好吃的 这道菜是不需要软烂脱骨的 卤味融合了烟熏的味道 这味道太学了 而且有浓浓的胶原蛋白 先把鸡爪处理 まず一般厚的味道 1个蛋白 1个蛋白 2个蛋白 1个蛋白 生抽 切成煮 刻鸡刀 3个蛋白 准备 小火 含盈 骨肉 骨炒 小火 骨炒 骨炒 乳炒 骨炒 鸡蛋 这个鸡爪里边可以加一些干辣椒和花椒 我现在计口所以没有放 加一些那个味道会更好吃一点 小范 你干嘛 我家小范可乖 看一下我家小范不知道为什么 我发现他最近胖了 而且他是从中间开始胖 然后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 他就吃完就睡 睡完就睡 他不爱动了现在 可以了 这个味道真的是上头 好像吃了现在手 太香了 大家在烟熏的过程中一定要控制好火 如果时间过了 他就变不足了 今天晚上不吃饭了 不吃这个 其实这个当零食下饺都是非常一举的 软硬程度刚刚好 非常劲道 很弹牙 这个千万不能做的太软烂了 那就没有口感了 其实时刻啊 我就想起了以前 我以前看电影的时候 我就会买一些鸡爪去电影盖里边吃 但是他做的那个味道和口感没有我做的好 嗯 如果有喜欢吃鸡爪的朋友 让我自己放到手 绝对不会让你吃饭了 如果你真的学会了这个方法 一家来都会夸你手机再打 呵呵呵 真的太棒了 比外边卖的鸡爪好吃太多了 鸡爪的鸡爪 鸡爪的骨头已经扣出来了 看一下 鸡口下去太满足了 鸡爪 Shhs 鸡巳